中年好聲音的龍亭 昨天被爆和已婚的演唱會製作人 邱雅葵車廂中激嘴 兩位主角即日澄清只是拍攝角度問題 兩個人關係純屬有異 在新聞爆出後 邱雅葵被大起底 她是新於國際綜藝製作有限公司的董事總經理 曾經在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工作15年內 其中有長達6年的時間 擔任綜合節目監製之職位 她離開了TVB之後 亦都在保麗金唱片有限公司的演唱會及商品事務部 擔任總經理 從社交平台上所見 她和多位的藝人都很熟悉 亦都經常有會合照 當中亦都有多張龍亭的合照 她曾經讚過對方 她充滿感情的歌聲 交織著汗水和淚 感動觀眾的同時 將百貫的滋味留給自己 龍亭就在一個傳奇 然而突然成為了新聞人物的優雅葵 今天就已經將社交平台稱空 只有朋友可以看到